马华党争 马华党是否可以绕过马华 直接和当局接触 争取华团以及华社的利益呢 马华僵持不下的党争 是否已经以华团 以及华社的利益渐行渐远呢 在这种情况下 华团以及华社应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是非黑白就看你怎么说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永泉 你好我是清清 欢迎说来今天的你怎么说 对的 那么这个星期的你怎么说节目呢 将会继续带大家关注 我国最近发生的这个时事动态 还有这个新闻焦点呢 在我们还没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 首先要感谢以下的赞助单位 包括在这里呢 要感谢沙亚南高科技城市i-chanICT呢 每一个星期都会在节目当中呢 赠送一百令吉的现金 当然还有不忘感谢我们的这个 布景赞助商Rozelle 还有我们的化妆赞助 就是Face Image Makeup Academy by Christina Lim 还有我们的这个发型赞助商 就是这个Headon Studio by Michael Paul 当然还有我们的护肤保养赞助 Adonis Aimea 那么是以往前的这个节目一样呢 在这个星期的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将会发问一道问题 来让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 引起一百令吉的这个现金奖的 嗯 当然成功抢现播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呢 一定要说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是非白就看你怎么说 然后回答我们的问题就可以夺走一百令吉的现金 所以一定要记得留意我们的这个发问问题的这个时间了 嗯 没错 那么轻轻了 这个星期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呢 带来一个相信是全国的华社 都会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 是 因为我们一向来都知道 这个华社呢 就跟这个滑稽政党 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马华 还有这个华团呢 都有一个密切分不开的这一个 这个关系呢 在那边的 但是最近呢 就发生那些事情了 而且可以在华团 还有这个 这个滑稽政党之间呢 就发生了一些问题 虽然好像直接有一些纠纷这样子的 嗯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 就是这个滑稽政党 就是马华跟华团之间的关系呢 到底他们两个是 唇齿相应的关系呢 还是各式其职 还是私底下呢 他们的这个任务是分开的 可是共同服务的对象跟目标呢 还是我们的广大的华社群众 对了 那么今天要深入探讨 这个课题的话呢 当然我们也少不了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 这个三位嘉宾了 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这个达斗谢斯坚博士 他是这个寒江学院名誉院长 来到我们的现场的 嗯 那第二位的嘉宾呢 就是 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主席 来到孔庆树先生 那么来到我们现场呢 有第三位嘉宾 他就是这个社会爱心基金会主席 还有这个马来西亚预防犯罪基金会中央职委委员会 还有这个马来西亚内政部委员会 以及马来西亚反贪务委员会 但虽然他都 彭帽生太平其身 那么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了 嗯 我们今天呢 通过在场的三位嘉宾朋友 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马华 华团 还有华社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那当然在家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一些意见想要发表 或是认为 诶到底这两者在扮演卫华社谋取福利方面 到底做得称不称持方面 有些话说呢 那还是可以同样拨通我们的热线来告诉我们 对的 我们的热线号码在这边就是让大家知道的 就是03-282-8578 03-282-8579 那如果你要通过这个SMS的方式发表意见的话呢 请留意观看我们的荧幕 对了 请看荧幕 对于今天的课题 你怎么说 赶快拨打我们的两条热线 03-282-8578 03-282-8579 或是通过短讯 输入WSY空一格 接着你的名字地点和你的意见 传送到32776 另外也欢迎你参与今天的民意调查 请输入WSYP空一格 你的答案 传送到32776 请留意主持人公布的民意调查题目 这个星期的这个民意调查的题目就是 您认为马华和华团的争论是否影响到华社的利益呢 A呢是是 B呢是不是 欢迎你通过SMS方式呢 将你的意见发表到32776 我们会在节目尾上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民意调查结果 好的 今天我们这个星期呢 将会来探讨一下 这个马华还有这个华团之间 他们那种微妙的关系 到底他们之间呢 最近出现的一些风波 所谓的风风雨雨啊 到底是背后有一些 一些什么历史等等之类的 渊源 渊源等等之类的 我们外表人就看了 就是说 这个华团跟马华 其实他们的这个任务都是各不相干的 彼此都有彼此的这个任务 可是呢 事实上好像又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Dato 谢时间博士有一些渊源要告诉我们是不是 我想我可以谈一下 很简单的 马华跟华团的关系 马华公会在1949年成立的时候 他是被认为 要拯救那些在水深火热的新村的村民 因为英国人制造了这么多的新村有50万左右 所以当时呢 陈正路就发起了组织马华公会 所以马华公会那个时候的功能是 福利 慈善 救济 到后来他慢慢的形成一个政党 然后形成政党之后 他就把那些慈善的工作 福利的工作交给了华团 所以他们之间呢 开始有了一定的分工合作 可是我发现到陈正路 他是一个 很希望这个华团 华人跟马华 合在一起 的工作 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一起